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一讲里面呢 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多重循环语句 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个avail循环 然后dovail循环跟for循环 对吧 这三个是我们这个循环结构体 循环体里面的三种循环方式 那么呢 其实这三种方式呢 在我们实际的应用当中 可能都会相互嵌套的使用 相互嵌套的使用 就是说在一个循环里面呢 可能会嵌套着另外一个循环 这是在一些比较复杂一点的 这个处理业务里面 是会经常遇到的 经常遇到的 那我们这个多重循环的意思就是指的是 在循环内部我们 还要再继续使用循环 对吧 OK 好 我们来通过呢 两个问题来讲解一下这个多重循环 好吧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 不知这个循环语句的一个作业 因为循环这个呢是这个语句非常关键 这个在民意以后这个写程序的时候呢 就经常会用到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大家必须要要要完全掌握 OK 好 好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多重循环 这个多重循环里面呢 我们通过这两个问题来去 给大家来进行讲解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吧 第一个问题 兄弟联程序大赛 我们呢 如果有三个班级 各四名学员参赛 三名学员 然后计算呢 每个班参赛学员的这个平均分 是多少 每个班啊 这个参赛学员的平均分 OK 如何来实现呢 OK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呢 先建好这个 第25 29奖 对吧 Demo1 第一个问题 好吧 打开 好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这个 呃 重循环大赛这个了 呃 那我们首先 三个班级 各四名学员 我们从这个题 这个问题的这个 这个 如何去分析一下 首先三个班 四名学员 总共有多个学员 十二个 十二个 对吧 总共得有十二个学员 所以如果我们要给每一个学员去评分的话 应该要评几次 十二次 对吧 而每四名学员是在一个班里面的 对对对对 对对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循环啊 应该是要按分班跟这个每个班的学员来进行划分 哦 哎 比如说我最外面这个循环啊 那我就定义I等于零 I小于三 然后I加加 对 这个循环你看一下来控制什么呀 搬机 来控制这个对 用来控制这个是搬机啊 是不是三个班啊 嗯 这循环里面是三嘛 这个这个循环会循环三次是吧 对对 零一直循环到二 二是吧 对 零到二 或者说哎 我们说这样吧 零到三吧 这样可能看起来更清楚一些 是吧 对对 从一到三 嗯 对吧 三个班机 哎 这个循环呢会循环三次 然后我们在每一次里边的循环里面 有四个学员 又有四个学员是吧 每个班有四个学员 也就是每一次循环里面又有四次循环 哦 是不是这样 这样去看 是是是 对吧 哎 四次循环 所以呢我们在这儿 假如说我输出一句话 啊 呃 这叫 请啊 这个请 呃 输入 这个第几个班就是啊 比如说我们输出 i个班 i个班 加上 然后呢 第i个班 第i个班 第 几个学生是吧 对 第几个学生 各啊 学员的这个什么成绩是吧 哎 的成绩 OK 可能会出现这样一句话 那这句话应该放在哪呢 是不是里面还有加一个循环啊 是吧 加一个循环 所以我在外面再掏一个循环啊 哎 假如我用 z 这个变量来表示 z呢是从几开始啊 也是从1开始是吧 哦 1 那么是不是要循环4次啊 对 所以z应该小于等于多少 4 4 对吧 哎 z加加 对吧 z加加 OK 我们把这一块呢 是不是给扩扩扩起来 哦 扩扩起来 扩起来以后呢 这个第 呃 i个班的第几个学生 第这个 第这个学员 对吧 这个学员的成绩 OK 那我要接收输入是吗 对不对 接收输入 好 那我就在外面呢 哎 假如我先把这个scanner 这个工具类先定义好 对吧 嗯 scanner setting.in setting.in 对吧 嗯 OK 然后呢 我在这儿 我就接收输入了 input点 啊 我就用整数了啊 整数的 OK next next 是不是接到每一个这个成绩啊 对吧 接到成绩 那这个班的成绩 我们是要求平均分是吧 是 平均分 所以说我这个班的总成绩 应该是怎么样 是要先定义出来啊 总成绩 比如说这是我定一个变量 叫thumb 对吧 对 thumb OK 我就把这个分数也怎么样了 是不是累加起来啊 对不对 给累加起来 我就是thumb 对吧 加等于 这个input next 是吧 累加起来 OK 这边累加 这个循环累加完 是不是这个时候循环四次啊 是吧 四次循环完了 是不是这个thumb就加了四次啊 对对 是吧 四个成绩都累加到这里了 是吧 OK 那他的第一个班的平均成绩是多少呢 输出一下 第几个班 第几个班的平均成绩 平均这个分是多少 应该是thumb除以4 对吧 应该是thumb除以4 OK 这是我们的这个平均分 OK 这样吧 我们先把这个值呢 先求出来 对吧 avg 对吧 avg 然后加上这个avg OK 那这样的话呢 第一个班清完完了 是不是清完第二次了 第二次再进行一次是吗 对 再重新进行一次就是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 第三次 三个班级 对吧 我们就循环就循环完了 OK 我们来看一下 编译一下 好 输入第一个班第一个学员的成绩 比如说 它是60份 好吧 第二 第一个班第二个学员的成绩 对吧 65 65 第三个成绩 来个50的 50 再来个70 再来个70 70 这样的吗 平均分析是吧 61 61 是吧 这个平均分析啊 打出来是61 现在去看第二班 对吧 第二班第一个学员 比如说 80 对吧 70 90 然后 65 是吧 OK 76 这是它平均成绩 对吧 第三个班 65 85 比如说 95 然后 70 OK 78 对吧 对 三个班的成绩就这样起出来了 对吧 OK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里面循环就是 外层循环控制的是 班机 对吧 这个里边的循环呢 控制的是四名学员 里边的成绩 对 这个啊 这个内部这个循环 是吧 嗯 循环 那我们来控制这个每个班机的这个参赛 参赛学员是吗 对 对不对 嗯 参赛这个学员 对吧 这个应该是属于外部 循环 是吧 外层循环啊 我们叫外部了 外层循环控制班机 OK 我们就需要这样去拆分一下 是吧 拆分一下 建立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分解这个题的这样一个能力 OK 好吧 我们这个问题呢 就用到了这个循环里面嵌套了一层循环 OK 好 这是我们这个啊 第一个问题 哇哦 不错呀 好 OK 哇哦